美国又一次对我们实施了科技制裁 这次的制裁手段和40年前制裁日本如出一辙 那么当年美国是如何一步一步蚕食日本 使得日本半导体行业彻底的泯灭 而韩国三星又是如何被美国吞并控股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1986年的英特尔游走在破产的边缘 为了生存英特尔一口气才掉了三分之一的员工 这也是英特尔上市以来头一次出现亏损 而亏损的原因是他们的主营业务被日本企业压得喘不过来气 甚至可以说是撑不了多久 包括他们的经历都开玩笑说 也许明天早上你就会在报纸上看到头版消息 日本人一掷千金买下濒临倒闭的英特尔 80年代整个硅谷都陷入了英特尔一样的困境 AMD的净利润同样锐减三分之二 接近八成的美国存储芯片企业遭遇破产 这一切的一切都来自于日本企业的挤压 而日本企业的启航要追溯到1964年 当时美国德州一气试图进入日本市场 日本为了保护自己上显稚嫩的芯片行业 采取了我们很熟悉的市场换技术的策略 德州一气为了进入日本市场 同意了和索尼成立合资公司 双方各自占有50%的股份 接触了德州一气的技术后 日本人绝望的发现 日本跟美国的差距至少十年以上 日本想要超越美国必须采取非常手段 1976年到1979年 日本由政府牵头发起联合研发计划 东芝 三菱 日利 富士通 日本电器 这些大企业纷纷参与其中 日本政府更是砸了720亿日元权力支持 整合了各界力量之后 日本爆发出惊人的效率 这个计划实施仅四年 日本就取得了1200多项专利 与之对应的是 所有参与计划的日本企业 都可以共享这些成果 有了这些成果 日本芯片企业可谓是一日千里 冰晶两族的日本芯片 也开始向美国发起全面进攻 日本制造以前在美国 是廉价低质的代名词 然而到了80年代 情况逐渐开始反转 当年美国的惠普公司 在市场上公开招标 采购DRAM存储芯片 日本派出了日利NEC富士通 美国则派出了英特尔德州仪器 莫斯泰克 让美国人吃惊的是 日本芯片不仅性能出众 报价还比美国低10% 这场狭路相逢的3v3团战 最终以日本完胜而告终 丢掉了这次竞标 美国企业如梦初醒 英特尔的前CEO格鲁夫 更是派专人飞向日本侦察地情 他们的情报人员 把日本集中研发的方式汇报了之后 让硅谷这种习惯的单打独斗的企业 感受到了极大的危机 1980年之前 日本DRAM存储芯片 仅占有30%的市场份额 然而短短5年之后 日本就占领了全球DRAM存储芯片市场的半壁江山 把美国人远远的甩在了身后 在日本廉价芯片的疯狂进攻下 英特尔濒临倒闭 财源三分之一 被迫退出存储芯片市场 而美光则财源50%以上 堪称奄奄奄奄奄奄 逼了很多年的日本 终于扬眉吐气 索尼的创始人圣田昭夫 找到了日本右翼政客 十元圣太郎 双方一起写了一本畅销书 名字就叫做日本 可以说不 但是日本人得意忘形的显然太早 幸免于难的几家美国公司 暂时搁置了各自利益分歧 成立了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SIA 到了这时 逐渐发展成日本与美国的对决 SIA游说国会议员 让美国政府给芯片业减税 使得税率从49%降至28% 增强自己优势的同时 也要给对手制造困难 SIA开始状告日本芯片企业 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他们用军事威胁为借口游说国会 让国会相信日本企业在这一领域的全面领先 将严重的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与此同时 美国政府都用法律手段 一手制造了东芝事件 抓捕了东芝的高管 除了东芝事件 当时还发生了著名的IBM间谍们 FBI的特工伪装成IBM的工程师 故意把IBM公司的27卷 绝密资料中的一部分 发给了日力公司的高级工程师林贤智 林贤智很快上当 表示还想要获取更多的资料 FBI拿到证据之后 马上宣称 日本企业窃取美国技术 这次的钓鱼执法极为成功 日力和三菱被美国整得元气大伤 赔了一大笔钱不说 还要接受和中芯事件类似的屈辱 允许美国派人员到企业来常驻监督 以确保所谓的你没有违规 美国政府又趁势对日本会晤的301调查大棒 1986年初 美国裁定日本的DRAM存储芯片存在倾销行为 强行征收百分之百的反倾销税 同年9月在美国的压迫下 日本被迫和美国签订了一个不平等协议 日美半导体协议 这个协议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 日本必须要根据美方核算的成本 以所谓公平的价格出售芯片 而真正抢走日本半导体行业份额的 反而是一家韩国公司 没错 就是韩国三星 三星最后成为干掉日本芯片企业的一支骑兵 三星的崛起不是偶然的 它本身就是美国扶持起来的 1983年三星刚建立半导体工厂 简直是要什么没什么 而此时的美国正与日本企业竞争芯片行业 美国的人力成本远远高于日本 它急需一个同样人力成本低廉的东亚国家 帮助它聚集日本 而对美国极其有依赖性的韩国 显然是最好的选择 于是美国给三星提供了2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美国开始全力给三星输写 提供技术支持 在美国的帮助下 韩国仅仅用了三年时间 就一口气掌握了16KB到256KB DRAM的关键技术 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一直到了1986年之前 三星在闪存半导体方面依然是猜忌一个 只能在低端市场混一混 那个时候日本才是半导体龙头 为了学到日本的先进技术 他们直接采取了最简单粗暴的手法 挖人挖设备 1990年8月 三星正式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16M DRAM内存芯片的企业 面对三星的追赶 日本有些着急 开始低价抛售内存芯片 企图跟三星打价格战 双方价格战一开打 芯片价格直接跳水 美国企业直接扛不住 于是美国对日本和韩国同时发起反倾销诉讼 不过不同的是 美国对日本企业征收了百分之百的反倾销税 而对韩国只征收百分之零点七四 日本人终于撑不住了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 韩国终于在内存半导体领域全面战胜日本 但是韩国人没有想到 自己并不是笑到最后的那个 美国从来都没有忘记韩国的半导体企业 1997年金融危机席卷亚洲 索罗斯趁机带着国际吵架猛攻韩国 把韩国政府逼到了破产的边缘 韩国迫不得已只能追寻美国的帮助 美国的帮助不是白给的 他们迫使韩国必须开放市场 否则钱就一分别想要 而只要开放市场 华尔街就可以借助金融危机 轻松的收购韩国企业的股份 最终在美国的帮助下 华尔街吃掉了韩国数十年经济发展的成果 三星的这块肥肉 最终被华尔街的金融大鳄 分而失之 美日韩在半导体行业的殊死拨杀 以美国笑到最后为结局 美国在面对后期之秀的挑战 从来不会顾及什么脸面 只要需要 美国可以动用一切肮脏的手段 打压对方 而回到2020年 历史又一次的重演 美国开始试图遏制我们的发展 这次的战争 同样不是说哪一家企业 又或者哪个行业的事情 而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国运战争 甚至可以这样说 谁赢得了这次科技战 谁就赢得了发展的先机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